乌统主席纳都斯里·阿莫扎西 昨天在涉及的贪污、失信和洗黑钱案 大爆三名政府部长跳槽到土团党 逃避反弹会调查 今天他再为自己喊冤 强调他之所以会被控上庭 完全是因为政治动机 虽然控方坚称这几年的审讯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案件存有政治动机 但是阿莫扎西接受控方盘问时强调 他清楚知道一切都是出自政治动机 对于控方表示 只有政治人物被控贪污的时候 会以政治动机作为借口 阿莫扎西表示 只要是政治人物都会在政治动机下被对付 他也不认同我国贪污滥权情况越来越严重 只是情况令人担忧而已 必须全力以赴打击贪污 我信任何证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